我们来换一下X3的新墨电 首先我们把小车移出来 我们来换一下X3的新墨电 现在我们把车移到左方 然后我们以换彩色的新墨电为例 现在我们来换一下 我们先把它上面的四个螺丝 然后把四个螺丝解掉 现在我们剥掉四个螺丝 然后把奚带掉 我们把四个螺丝剥掉之后 我们再把五洞坡结的上面的这根管 给拔掉 所以我们把锅子拆掉后,我们需要把锅子拆掉,把锅子拆掉。 我们把锅子拆掉,然后把锅子拆掉。 我们可以看到结果的管,它这个位置,它是比锅子要出大的。 所以我们换的时候,要把锅子拆掉。换了新的锅子拆掉后,我们再把锅子拆掉。 你可以看到,这些锅子拆掉后,它会变得更大。 一旦我们把锅子拆掉,我们把锅子拆掉,然后把锅子拆掉。 然后我们再把锅子拆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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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先把管子对接好之后,我们就把吸摩垫上螺丝。 我们把吸摩垫上螺丝,我们把吸摩垫上螺丝。 我们需要使用手动上磨功能,去测试一下我们新刚换的吸摩垫对位是否正常。 我们先把吸摩垫上螺丝。 我们先把吸摩垫上螺丝。 我们把吸摩垫上螺丝。 按右键,使用手动上磨功能。 我们把吸摩垫上螺丝。 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常有墨水出来,而且是没有吸泡的。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吸摩垫上螺丝。 我们把吸摩垫上螺丝。 现在我们把吸摩垫上螺丝。 我们把吸摩垫上螺丝。